大家好,我是冠明,好久不见啦 距离上一次发表创作已经是几百万年前的事了 其实不是我偷懒,好了也是有偷一点点啊 但主要是因为我一直写不出一个让自己感觉很对的歌词 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创作呢 是在探讨一段感情中彼此价值观的磨合 很多人争吵了一辈子,不过也甜蜜了一辈子 但也有不少的人不常吵架 但也遇到了问题,就因为彼此价值观的不合而导致走向分开的道路 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我们不爱了 而是我们需要的太多了 所以终究是爱,还是爱 你还记得那天,你轻声滴在我耳边 说着我没有的是时间 在那空荡荡房间 哪个习惯睡在右手边 的人早已不在同个空间 感情从没有期限 也不该有谁比较抱歉 不注定多是两人都自愿 时间不够久远 经不起来所需的考验 问自己为何不再快溶点 一点点 一点点 爱是否就该像个飞蛾扑尽一把烈火 化为了尘埃 只剩风吹起便感慨 在这个时代 或许谁都不懂什么叫爱 是爱 爱是爱 你爱记得那天 离开时你带走了笑脸 却留下独自碰碰的双眼 那条泛黄的红线 牵着你和我两人之间 缘分随着你离去 而断了链接 爱是否就该像个飞蛾扑尽一把烈火 化为了尘埃 只剩风吹起便感慨 在这个时代 或许爱 别成了某种阻碍 还是爱 还是爱 如果能够重来 如果有所期待 如果相守着爱 如果结局更改 重新再来 重新再来 是会有所期待 依然相信这爱 还是继续推开 爱 爱 是否就该像个飞蛾扑尽一把烈火 化为了尘埃 只剩风吹起便感慨 在这个时代 在这个时代 或许谁都不懂 什么叫爱 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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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爱 爱 是否就该 是否就该 化为了尘埃 只剩风吹起便感慨 在这个时代 或许爱 变成了某种阻碍 爱 爱 是爱 爱